来关心的是大陆海警三号令 6月15号也就今天生效了 那么大陆海警可扣押 涉嫌非法进入大陆领海的外国船只 以及未经审判拘留 涉嫌非法侵入者30到60天 非方的动作 非武装部队司令敦促飞兵渔民 继续在南海专属经济区捕鱼 非国安顾阿诺表示 菲律宾在人爱交流的行动 无需也将不需要中国的同意 在非国参议员呼吁外交部要做好 采取法律行动准备 利用国际条约向国际机构提出诉讼 而最近美国有两艘的核动力航母 罗斯福号以及雷根号 先后都出现在南海 解放区南海战局组织 六天五夜的实战演练 主力舰包含了有三艘055型 以及052型的一个驱逐舰 那针对在整个部分 大陆国防部的发言人张小刚也表示 中方坚决反制飞方升级事态的危险行径 在美国航母的部分呢 大陆媒体报道 现在根据南海战略态势感之发布 未经显示 罗斯福号航母正经过巴士海峡 驶离南海 即将要结束南海的部署 请教李将军 其实这是今天开始 这个海警商要生效以后 确实南海地区非常的不平静 那我们这件事已经讨论很久 它感觉上面好像说这个一天比一天 这个风云要紧密的感觉 现在来讲除了我们现在看到 三艘055 三艘055其实是 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庞大一个战略 因为它一艘就有112个垂发系统 它带的是英级21 你想想看如果说一艘112个垂发系统 它顺时之间就有300多枚的英级21 攻向一艘航空母舰 那你美军的你航空母舰 承受不了承受不了这种饱和攻击 这是第一个 除此之外你知道 除了这三艘055之外 我目前得到的讯息之外 它还有一艘是071 两栖登陆舰 071两栖船无舰 它可以带这个四架的这种直升机 然后四艘的这种气垫快艇 另外还有两个营的陆战队士兵 这很明显已经摆在这边 结果没想到昨天更严重 还来了除了071就算了 还来一个075 075大家都知道最新型的 这个解放军最新的两栖登陆舰 它可以做垂直加班起飞 直升机可以上去 那我觉得在这种状况下 这个大陆解放军已经摆出一副 不习一战 原来只是海警团在那边跟你周旋 当你美国在这边缴获进来 你航空母舰在那边进来 你菲律宾跟美国勾结在一起的 状况之下的话 原来只是海警 海上的一些民事的纠纷跟冲突 但是我觉得现在来讲的话 解放军摆出来这种态势 就是不习一战 我们都知道有一句话叫做 狭路相逢 勇者胜 看谁敢有这种胆气 我觉得这是很明显的 解放军当075 071还有这三艘055 这个战舰到这边出现的话 就是很明显的亮舰 当这个舰你可以说 这个刀舰的舰 也可以说是军舰的舰 那百分之百亮舰 就是我如果说是要打的话 以他现在武力来讲的话 他绝对打得过你一艘航母战斗群 因为除了这些海面上的舰艇之外 大家要注意到包括永属 祖壁这些 还有南海美济这些岛礁上面 也是已经 这个解放军已经在这边 有既有的这种海空基地 包括他有战机可以在这边起飞 从海南岛 还有这三个小岛 南海岛礁的三个小岛 其实在这边来讲的话 他海空可以跟美国做一场决战 所以我觉得说解放军 这个时候摆出来的态势 就是说我不习一战 就是我敢于一战 那美军来讲 大概也感受到这种压力 所以他撤退走了 大家记不记得在这个 这个香格里拉会谈的时候 这个美国的国防部长奥斯丁 跟这个董军讲了一句话 说我美国如果说有紧急状况 你们打电话给我 我一定会接 那我美国如果说有紧急事情 要跟你联络的话 也希望你能够接电话 那我觉得他们两个 是不是现在有打过电话 这董军军很强行跟奥斯丁讲说 你如果说是不走的话 我现在来讲话 我展现我的实力给你看 三艘055大区 然后我跟你讲 上次055大区的战力有多强 上次有一艘055大区叫南昌舰 他在东海那边 在东海那边 他单枪附会 他一艘军舰 他就拼过去 这个单挑美国 整个航母战斗群 所以你看他战力有多大 所以那他现在摆到这边 三艘过来的话 然后再加上071跟075 两艘登陆舰 摆出来的战力是非常可怕的 这个绝对 以菲律宾来讲的话 可以说这个 这个躺臂党居 如果在这种状况之下 那现在关键是什么 是这个海警三号令 已经生效了 那中国的海警 可以依据他的法令 在这边逮捕这些 这个菲律宾 这个非法进入 中国所宣称的 这个国境之内 如果你在这边待 我可以依法来逮捕你 依照我的海警三号 你来逮捕你 那逮捕的时间 可以30天到60天 那各位想想看 如果说是马德雷三号 这些船员 被抓到这个广东那边 去审讯来讲的话 你菲律宾 你能够做什么动作 你一点反制能力都没有 你想靠美国吗 美国现在航母也已经走 罗斯福号也已经走了 那美国来讲的话 它现在应付那个 这个俄乌战争 已经应付了 喘不过气过来了 在这种状况下 你认为美国会给你多少的协助 给你多少资源 尤其是说我们看到 俄乌战争来讲的话 美国其实很惊 它知道一件事情 它绝对不会跟一个核武国家 来开战 它不管是对俄罗斯是如此 那这个中国大陆 它也有核子武器 那我相信美国绝对不至于说 是奔到这种程度 为了几个岛礁 然后去跟中国来做 军事方面直接 开枪走火的一个冲突 我想最后来讲的话 菲律宾自己要面对 现在这种情形 那你自己惹出来的火 你自己要想办法把它灭掉 那现在来讲的话 已经摆出不习一战的状况之下 那你要担心的是 你这个民众会不会真的是 到时候 如果说你再不服输 再不认输 我们讲说投降输一半 你这时候投降还来得及 如果你不投降的话 我跟你讲 当你人民 你的这些渔民 你这些船员被抓到大陆 去审问的时候 你就很难看了 你小马克思那时候 我们就看你怎么办 看你美国大哥 会帮你到什么程度 我觉得是说 美国这次态度 已经摆得很明显 它罗斯福号走 已经摆明态度 它不愿意在这边 南海这个地方 跟解放军展开 实际上面军事的一个 开火一个冲突 态度已经很明显了 所以说美军 也知道这种情形 它已经先离开了 是 快点购618狂欢年中庆 全场惊喜 等你来拿 手机挂绳 只有一条怎么够 Keep fighting 超宽版减压手机挂绳 热销款 Live活力 放送款 百搭荣耀款 期间限定 1加1超值优惠组 任两条立刻减100元 让你任何场合 都能够自由搭配 全场消费满天就送白 最高回馈10% 另外不限金额 消费就能够以100元 加购中天文创经典商品 618狂欢节 一起来快点购 线上欢庆 享受绝佳的购物体验吧